B家人开着房车自驾游 但却鬼使神差地误入了一个诡异的小镇中 这使得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 他们只能暂时在镇子中生活 慢慢寻找离开镇子的方法 镇子上有个规矩 所有新来者都必须决定他们住在哪里 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他们现在所住的殖民地之家 还有一个就是住在镇子上 于是牧师先是带着二人来到了前天出世的房子中 因为镇上现在就只有这一间空房了 环境看起来还不错 但当他们来到楼上看见满屋的血迹时 他联想到那对母女被怪物生生撕开时的情景 他的情绪变得异常激动 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但男人的话却瞬间让女人变得清醒 在回去的时候 女人问牧师那个箱子是做什么用的 牧师对此解释说 这是警长定下的规则 是这里唯一的惩罚方式 一旦有人因为自己行为或是疏忽导致镇上的居民死亡时 他们的惩罚就是到了网上 这个人就会在那里过夜 而今晚将会有一个人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关在里面 与此同时 他们的小儿子正躺在床上和外面的男孩成为了朋友 他想要出门找男孩一起玩手 但诡异的是 出来后他并没有看到男孩的声音 只见到一个怪老头在来回躲 男孩问他在做什么 老头却神经兮兮的对男孩说 他在确定树木有没有搬家 男孩正想在要问些什么 但却被走过来的姐姐打断 而二货帅哥这边 他骑着抢来的二八大杠在小镇中到处闲逛 似时在找着什么东西一般 这时他看见了一个没有上锁的地景 伴随着魔性的笑声走了进去 里面有一个木门 他缓缓走上前 慢慢地打开门 优优独播 晚上 那经期 vandaag